统计分析这个页面 这个工作表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统计什么呢 91年92年 当然这个开奖号码 其实你们从那个 网路上都查得到 因为在那个台彩上面官网都有资料库的 那我们这个题目只是91年92年 但你可以把历年来 所有的数字通通下载下来 来统计当然也是OK的 那我要统计什么呢 比如说91年 哪一个号码 91年跟92年 哪三个号码是出现几率最高的 大概就是要这样做 就是这个问题而已 那我怎么做呢 第一个 其实主要是针对开奖号码 那总共呢 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 这个规则吧 应该都有买过才对 反正一次开奖 就会开六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这应该没问题吧 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会有七个号码 对不对 那七个号码 我要怎么知道说91年出现的几率 哪一个出现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什么 这个统计一号在91年里面出现过几次 那我怎么去计算 其实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我们可以用那个有一个函数 叫做count if count则是计算 if是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有出现一号的 你帮我 帮我加起来 到底出现几次 所以那我要先跟他讲说 我的开奖号 特别注意 其实我们会需要用到的范围 像91年跟92年只有D栏到J栏 所以其实其他的栏位 如果你实在是不需要 你可以按右键 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这个这两个其实也该把它隐藏起来 其实这两个 其他栏应该用不到 主要是D栏跟J栏 因为主要我们是要这个 这个范围的号码 那我要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 D2的株旋格选起来 然后往下选 再到最下面这边按shift键 这样子 这个范围 我先给他一个名称 因为这个范围太大了 就跟刚刚一样 把D1一直到最下面 或者你按 直接就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然后呢 这个上面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叫91年的开奖 好了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在这个范围 这上面输入一个91年 91年开奖好了 就是开奖的所有的号码 通通在这里 也就是说呢 所有的那个范围 有效 那开头 这边就要 它这个名称 前面不能是数字 所以你就干脆这样 开奖 开奖91好了 类似像这样 这个范围就叫开奖91 好 那我现在定义这个范围 记得是D2 一直到追的最下面 追多少 追100 OK 那 92也是一样 你当然可以把D1 然后一直往下选 选到下面这个地方 也是105 这个是总共开奖 反正一齐就是7个号码 那这个范围的话就92 开奖92 叫开奖 就是92年的开奖记录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呢 移到统计分析 把游标放在这边 91年的几率 你利用上面有一个插入函数 再选择 这边有一个叫统计的 因为我要统计嘛 所以你在这个类别群组里面 选择是统计 然后往下找 会有一个叫康 康者 康者是计数 里面有一个叫康者加一符 那康的一符意思就是说 我要去计算 按确定 它会跳两个格子 这两个格子 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要统计的范围在哪里 有没有 Range 范围什么 F3 就是呢 我 有没有 开奖91嘛 那个范围就是 我的所有的数字都在那里 好 那我就开奖91 第二个是 Quarteria 就是你的条件是什么啊 条件是找几号吗 找一号吗 有没有 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找一号 总共呢 这个范围里面 出现一号出现过几次啊 它就会帮你 告诉你结果了 总共几次 总共是17次 算出来了 有没有 按个确定 所以你会发现 康一符 非常的好用 它可以在某个范围里面 帮你去找 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出现某个数字 按确定 好 那把它往下填满 你会发现 所有的91年里面 出现 就是那个 出现的那个 次数 就帮你算出来了 一号 总共是17次 二号 13次 一只类推 那你大概可以看出一个 就是次数的多寡 但是 题目好像不是 不只要你做这件事 它希望你做出什么 做出这个 我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结果 除了次数之外 那还要有一个几率 就是比如万分之 一万次出现 245次的这样的格式 所以这个问题还没结束 那当然这个等一下再来讲好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找出到底那个范围里面 一号出现过几次 那二号也是一样 所以二号其实你可以再插入一个函数 找到统计里面的那个COUNIF COUNIF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范围F3 这个92年嘛 所以开奖92按确定 那条件是找什么 找一号 所以一号点击它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二号 这个就是说呢 92年的中奖机 就是中奖的次数呢 也出来了 不过还没结束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算 百万分之多少 怎么做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 先把这个COUNIF先做出来好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就是 那中奖机率呢 怎么算 基本上就是统计什么 91年总共开出的数字有几个 那怎么知道总共次数有几个呢 基本上 就是直接 当然这边我可以先在旁边练习 给各位看 就是直接插入函数里面统计 另外有一个函数叫COUNIF COUNIF 没有加一幅 就是算你给他范围 什么范围呢 按确定 哪个范围 F3 你计算一下那个开奖91里面呢 总共里面总共开出几个几次的号码 因为一起有七七个嘛 那总共好像有99期吧 所以乘起来的话就是这么多次 那可是问题我要的不是这个 我要的是把这一个中奖 就是中奖 它的次数 再除以总共有几个数 总共里面有几个数字 所以呢 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除以 除以什么呢 除以这边 你再插入第二个函数 就是COUNIF 在后面 然后呢 这个后面一样给什么 F3 把这边加入开奖91按确定 就是算一下总共有几个 就是这个数字 在除以刚刚总共呢 有几个 这一号开出几次了 按确定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几率就算出来了 当然 最后它可能不是要我们显示这样的格式 最后呢 我希望显示的格式 如果要长得像这样子 这个时候又是个问题了 我已经算完之后的话 那我如果希望呢 能够把格式最后做出来 不要是零点多啦 我希望是 比如说是245分除以 比如说1万 1万次里面出现245次的话 那怎么做 特别是按右键 有一个除成格式 格式里面呢 特别注意 一样选择自定 那自定这边一样有个格子 你把它输入什么呢 这个有个规则 问号 问号意思就是说呢 我希望输入什么 输入里面的值 空一格除以什么 再空一格 1万 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呢 你用这个方式呢 加上去记得哦 5个问号 加一个除 再加1万 它显示出来的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OK哦 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 那问号指的就是 你单一个数字 当然如果说你有三个 假设你除出来呢 1万分之245的话 它就自动会显示三个号码 当然如果你这个数字越多 它显示越多 最多就是五个数字 好 那我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那92年 基本上当然比较聪明的做法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再按取消 直接再到92年这边 这个格子 直接把它贴上 不过贴上不是我们要的结果啦 但是问题是 它们两个相差呢 只有一个数字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把这个数字呢 修改过之后 按个打勾 然后再怎么样呢 因为刚刚的格式 如果再做一次 有点麻烦 其实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复制格式 上面有一个这个复制格式 把它按一下 选91年的这个格式 然后做什么呢 点一下92年一下 有没有 两边不是一样了 那利用复制格式比较快 不然你还要再做一次 那你再做一次也是OK 只是说我觉得比较浪费 如果你可以用复制格式的话 直接复制过来 把它点两下 下面就做完了 那合计怎么算呢 合计非常简单 就把91年加上92年 这两年加起来 它的几率就是加起来的意思 然后再把它向上填满 最后的话呢 排名 排名意思就是说呢 哪一个中奖机率最高 哪一个中奖机率最高 91年加上92年 哪一个号码出现机率最高 那也许你可以参考嘛 不过你可以改一下啦 比如说103年 比如你可以统计的那个年度越多 中奖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了 OK 就像美国之前有发生过一个状况 就是说有一个人连续 好像得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得到两次投奖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运气这么好 后来一查记者去调查 后来发现呢 那个人背景还蛮特殊的 原来他是一个什么 统计学的博士 所以大家就在猜说 原来号码是不是真的能够统计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呢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好好学好 所以把这个号码算出来 也许回家可以买个 这个当然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的部分呢 怎么算出里面最高的 这边的话 我可以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函数 这个应该也是在统计里面吧 我近象中好像在 这里面的话 你往下找 他有一个R开头的 在统计里面 有一个叫Rank Rank 那Rank里面有一个叫RankEQ 这个是比较新的 新的一个函数 RankEQ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算出排名最高的是谁的话 那基本上 你第一个 他会有三个问题 你也是一一回答他 第一个 就是呢 你的 就是中奖几率 你先给他 第一个哦 就是你的中奖几率给他 第二个是REF REF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跟其他的哪些 哪一个范围做比较 他的在哪个范围 就在合计的这整个范围 所以你把他往下选取 整个选取起来 他的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那排第几个 那这个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零的话 这边有显示 下面有说明了 你游标放这边 他会给你零或省略 表示递减 如果是一啦 其他一般我用一 表示递增 那这个应该是递增还是递减呢 那排名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他的合计 那当然数字越高的 放在上面嘛 对哦 那应该排名越来 就是说他的合计应该是什么 越来越什么 应该越来越少嘛 对 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应该 应该懂的意思 跟那个 所以这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少嘛 OK 所以高的慢慢越来越 所以这里的话呢 记得是什么 递减嘛 递减 一般就不要输入或输入零好了 假设你给他打个零 按个确定 再向下填板一下 OK 我们来算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最后是对的结果呢 第一名 哪一个号码 这一个 多少 一万次有606次 第二名的话呢 602次 第三名的话呢 500 不过你会发现 为什么有的第一名好多对不对 特别注意哦 你在向下填满的时候 请注意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请你把这个范围 按F4 为什么你 一定要按F4 请注意一下 刚刚有同学问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向下填满之后 它会自动帮我做完呢 因为你会发现 它向下填满 它在做什么 自动怎么样 帮你 只要有数字的利好 自动帮你加一号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是可以增加 因为下一个 下一个 可是问题哦 这个范围 能不能改变 不能改变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到最下面一个 它变成第一 什么呢 43一直到下面 它跟其他比 那它永远是第一 因为下面没东西了 对 怎么办呢 记得要做一件事 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 或者你刚刚在 这个底下的时候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按一个按键 F4 这个F4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F4呢 你按下去之后 它前后 会帮你加 那个Dolls的符号 这个Dolls符号 其实就是锁起来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锁起来之后呢 它就不会自动 帮你增加号码了 那也就是这个范围 就固定下来了 OK 所以这个应该 这个是比较基本的做法 所以怎么记呢 反正就有钱就安定了 就锁起来 就固定了 反正是 这个意思 当然是比较好记 不过应该不是意思 这个也只是锁定住 按确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满 OK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会发现呢 往下 这个前面的数字都会增加 可是这个东西永远不会动了 也就是这个范围都不会动了 那最后看一下 应该是 这个是600 这没错 那第二名的话 就变得没那么多了 604 那602 那就OK 没错 好 那最后做完 就大概列上 但是 最后还一个 最后一道问题 如果我今天希望 前三名 帮我变成这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 有没有看到 第一二名 有没有 前三名 做成这样子 诶 该怎么做 当然 你会第一个直觉想说 很简单嘛 我就看到一 然后就给它改第一名 然后换颜色 二 就换 但是当然 如果你资料多的时候 你要做不完 有没有什么方法 自动完成的 自动帮你完成这件事情 OK 那请各位先是 先把刚刚的动作先完整好了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先用什么呢 先选一个范围 对不对 然后用conif来做 先算出它这个数字 总共出现的次数是多少 再除以什么 总共有几个号码 除完之后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按右键 出生的格式里面 五个问号 斜线一万 OK 那这边也是一样 把它加起来 最后用那个 rank函数 做排序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画给你们 一样 好 淈feld 科幟 晋纹 可并 或者以为 在这里ängt 在这里面 剥的 或 ke